大家好,欢迎来到Rita老师的德语课堂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五个小课了 那么在上一个小课当中呢,学习了一下我们以前学过的语法知识 并且完成了一篇听力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我们的下一个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要给大家讲一些不规则形容词的这个比较及最高级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做一篇听力 OK,那么大家请跟随我 如果有书了,可以把书翻到第266页 有一个表格 那么没有书的同学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题板上面的 OK,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主要设计呢,是一些不太那么规则的我们的这个形容词 那么第一个就是good 好 那么它的比较及呢,是besser 这个呢,是比较及变形过后的样子 那么假如说呢,我们要做定语的话呢 因为前面有可能会出现呢,这个冠词 以及后面会出现它相应要修饰的名词 所以还是要根据我们的信数格 去给它进行一个词位的添加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级啊 表语和状语啊,那么是固定的 就是um,bestin 那如果呢,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做定语的时候呢 那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一定要跟定冠词连用 dei,di,das,best,什么什么东西 那如果出现复数的话,还要加上an 第二个就是hoch这个词 好,这个词非常非常的特殊 为什么呢? 当他比较急的时候 第一个是要进行um,laut的添加 这是一个,第二个 他的c会不见 所以他比较急的这个样子是 hür 是没有这个c的 那么他的最高级 ahm,hürsten 这个c又变回来了 那么定语的时候可以分成der,di,das,hürsten ok,第三个我觉得hoch和na可以一起来记忆 那么na,原因呢,要加两点 变成ner 最高级,注意了,要添加一个c 变成am,nechsten 我们的定语是der,di,das,nechste 后面加名词 下面一个feel 首先要注意,如果他后面跟的是一个可数的 是一个负数 你可以在后面加词尾 假如他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就不用添加词尾 这是第一 第二个 他的比较急是meer 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一个规则的变化 并且他是无词尾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他是没有词尾的 那么他的最高级的状语表语是 meister 定语是der,di,das,meister ok,下一个 gen,喜欢 那么他的比较急是liebe 最高级是amliebsten 最高级的定语是der,di,das,liebste 好,下面一个oft oder,häufig 表示一个频率,经常干什么 那么他的比较急是 häufig 他的最高级是没有以oft为形状变过来的 全部都变成amhäufigsten 那么定语是der,di,das,häufigste ok,我们下面看看这两个例句 注意点 好,还是我刚刚讲的 首先呢,我们这个fear 在加的时候呢,可以是有词尾的 包括wennig也是可以有词尾的 但是呢,比较急mär 以及wennig 是没有词尾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mär和wennig 是没有词尾的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上面讲过的一些 这些不规则的形容词的比较急 以及最高急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百六十六页的 ÜBUM 1 请大家根据这个给出的词 来进行一个句子的填写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句吧 给出的词是 Fier Erfug haben 那么Erfug明显是一个抽象的词 后面给的人称是 Ich,周迅,张曼玉 那么我们连起来就是 Ich habe vier Erfug 明显是定语 不加词尾A 我很成功 周迅 hat 比较急 mär Erfug 并没有词尾 最后张曼玉 hat den Meister Erfug 因为Erfug是阳性的词 所以它是den 根据这个各位来进行辩位 好,那么下段时间请大家来做一下这个题目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 第一个 Nummer A Gut kochen 后面是 Ich,康师傅 和老菜 然后这三个人 那么组成的句子应当是 Ich koche gut 这个地方明显是一个状元 康师傅 Kocht Besser 他可以唱得更好 Und 他可以唱得最好 Nummer B Ein Sänger Verdient Vier Ein Filmstar Verdient Meer Ein Fußball Spieler Verdient Am Meisten 也是用状元的做法 Nummer C Vier Freizeit haben 明显是来做定语了 Nummer Freizeit 是抽象的 Kinder Haben Fier Freizeit Schüler Haben Meer Freizeit Studenten Haben Die Meister Freizeit OK,下面一句 Mei langfang Gut OK Mei langfang Spiert Gut Mei langfang Singt Besser Mei langfang Tangst Am Bersten 好,下面 Hoch 以及Berg 这个明显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定语了 Der Luhshan Ist Ein Hoher Berg 最后要把这个C进行一个去除 Der Tai San Ist Ein Höer Berg 是一个更高的山 Der 大别山 Ist Der Höer Höer Höerste Berg Nummer F Ich Trinke Gern Mirch Ich Trinke Lieber Tee Ich Trinke Am Liebsten Kaffee 最后一句 Nummer D In Shanghai Regnet Oft In November In Shanghai Regnet Oft In April In Shanghai Regnet Am Höerste In Uni Ok 那么后面这三句 那么大家自由发挥 Nummer H Wen Kennen Sie Gut Besser Am Besten Nin 对谁比较熟悉 更熟悉 最熟悉 Nummer I Was Machen Sie Gern Lieber Am Liebsten Nin 喜欢做什么 更喜欢做什么 最喜欢做什么 最后一句是 Was Können Sie Gut Besser Am Besten Tun Tun就是做的意思 那您 做什么做的好 做什么做的更好 做什么做的最好 Ok 好 应该都比较清楚了 那么我们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 就是我们的text 杯 Ok 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他要求我们做的题目是什么 题目是 Their auto cough 合成词啊 买这个汽车 一共两个问题需要大家来进行填写 我们一共听两遍 第一遍呢 大家可以填一下第一题以及第二题的一些概况 第二遍再把第二题进行一个完善 第一题的题目 Müchte Herr Meier ein neues oder ein gebrauchtes Auto kaufen 啊 这个 Herr Meier是想买一辆新的呢 还是一辆二手的车 那么第二题呢 有几个选项要供大家进行填写 Auto mark 车子是什么牌子的 啊 第二个 farbe 什么颜色的 kilometer 几公里 几公里 alte 年龄 price 价格 价格 那么下面一共有四个供大家选择 分别是 Audi 啊 Golf Fort Mazda OK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都好了吗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好 根据我们文章的意思 显然呢 这个 her Meier是要买一辆 一辆二手车的 所以第一题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一辆车 车的牌子是 Fort 福特 颜色是 Blau 蓝色的 kilometer 是50,000 五万公里 alte Vir price 5,199 5,199 下一辆 Golf 大众的Golf 颜色是 Rot kilometer 35,000 三万五公里 alte Zwei 只开了两年 然后 price 8,000 5,500 5,500 5,500 8,500 欧 第三辆 Audi Audi 颜色是 Vais kilometer 40,000 alte 3 price 6,789 6,789 好 那么最后一辆 好 车的牌子是 Mazda Mazda 颜色是 Grau 灰色的 kilometer 38,000 三万八千公里 alte Zwei price 6,498 euro 6,489 欧 OK 都做对了吗 好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听第三遍 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一下Diktat 请大家拿出纸笔 我们再听一遍 我们一句一句地把您听到的写下来 OK 都好了吗 那么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原文 好 第一句 Guten Tag Guten Tag Mürchten Sie 好 接下去 Guten Tag Ich möchte ein Auto kaufen Nicht zu teuer Nicht zu billig Für eine Familie mit zwei Kindern 啊 我想要买一辆车 不要太贵 也不要太便宜了 要给谁呢 给一个家庭 怎么样的家庭呢 是带着两个小孩的家庭 这个地方注意 Kinder 是一个负数 mit 后面又加三个 所以 这边是属于一个 灵贯词的负数三个 你这个名字词尾 还是要加上 N Da kann ich Ihnen diesen blauen fort Empfehlen Empfehlen这个词 我们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表示推荐 人三无四 Jemandem etwas Empfehlen 这个Innen就是我们的人 三个 这个Fort 这个 Diesen blauen fort 就是我们的第四格 Vier Jahre alt Fünf Tausend Kilometer Und kostet Fünf Tausend einhundert neun und neunzig Euro 这些都没有问题 Ich möchte ein Auto Das Neue ist 这句话你们可能会不太理解 这句话呢 其实是一个关系 从句 这个 Das Neue ist 动词放在了最后面 对吧 看起来很奇怪 其实呢 我们德语当中的从句 动词都是放在最后面的 那么这边是一个从句 那么这个从句来修饰谁呢 来修饰的是这个 Auto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想一辆汽车 什么样的汽车呢 我用一个从句来修饰它 啊 那个 更加新一点的汽车 那这个Neue 就是一个比较急了 所以这里的意思 也很好理解了 那么我想用一辆汽车 什么样的汽车呢 更加新一点的汽车 那么这个红色的高尔夫 那么这辆红色的高尔夫又怎么样呢 它只有两年哦 并且呢 它跑的公里数更加少 ist的发行 明显是一个完成式 只有三万五千公里 但是更贵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急 把这个Toyer 本身这个A去掉了 同样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从句来修饰 跟我们刚刚那句话是相对应的 刚刚是 Ich möchte ein Auto Das Neue ist 那么这边呢是 Haben Sie vielleicht ein Auto Das Billige ist 同理啊 这个Das Billige ist 也是来修饰这个Auto 那或许您这里是不是有一辆汽车 更加便宜一点的 刚刚想要新鲜又想要便宜 Yeah, here der Weizen Audi 啊,有的 那么这辆白色的奥迪就是了 Das ist when the bestest Angerboard 啊,这个地方用到了一个我们的最高级啊 因为它是用来修饰 Angerboard Angerboard 是从动词 Unbeaten过来的 提供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名词 可以译为产品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这个产品了 三年的 然后呢,开了四万公里 比我们的红色高尔夫要便宜 但是呢,比福特要贵 Oh yeah, der gefährt mir 再次强调gefahren这个词 我们喜欢对象做主语 就是这个der做主语 动作的发出者我 作为三格啊,放在后面 Vielleicht nehme ich den 或许呢,我就要这辆了 那么这个den就是我们的这个宾语 Aber der graue Mazda Was kostet der 那么这辆灰色的 Mazda呢 他要多少钱呢 der kostet nur 那这辆车也不错嘛 Vielleicht nehme ich den 或许我就要这辆吧 看得出他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一个男人 Ich will erst nach meiner Frau Fragen 我要问一下我的老婆 Okay, erst 才 啊,先的意思 Can ich morgen nochmal kommen? Womintien能够再来一趟吗? Natürlich Kein problem 当然啦,没有问题 Also, sie wollen Entweder den weißen Audi Oder den grauen Mazda 这边出现一个连词 Entweder Oder 要么 要么 啊,反正你要么就是这辆白色的奥迪 要么就是这辆灰色的 Mazda Ya Schön, dann bis morgen 那么明天见啦 Ya bis morgen Okay,我们下面再来放第三篇 请大家看着你们已经盯正过的Dictat 看着自己的原文 那么模仿它的语音语调 跟上它的速度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再来回顾一下 第三篇 请大家看着你们已经盯正过的Dictat Lektion elf Text b Der Autokauf Guten Tag, was möchten Sie? Guten Tag, ich möchte ein Auto kaufen Nicht zu teuer, nicht zu billig Für eine Familie mit zwei Kindern Da kann ich Ihnen diesen blauen Ford empfehlen Vier Jahre alt Fünfzigtausend Kilometer Und kostet Fünftausend einhundertneunundneunundneunzig Euro Ich möchte ein Auto, das neuer ist Hier, der rote VW Golf Er ist zwei Jahre alt Hier, der rote VW Golf ist weniger Kilometer gefahren Hier, der rote VW Golf ist weniger Kilometer gefahren, nur 35.000 Kilometer, aber auch teurer Hier, der kostet 8500 Euro Hm, haben Sie vielleicht ein Auto, das billiger ist? Ja, hier, der weiße Audi Das ist unser bestes Angebot Drei Jahre alt 40.000 Kilometer Hier, das ist natürlich ein Auto, 2.000 Kilometer St석, kannst du sageni Oh ja, der gefällt mir OneW�� ist毒, aber der graue Mazda, was kostet der? Deir kostet nur 6.489 Euro Er ist nur zwei Jahre alt, aber 38.000 Kilometer gefahren I'll take my wife too I will ask my wife Can I come again tomorrow? Natürlich, no problem Also, Sie wollen entweder den weißen Audi Or den grauen Mazda? Ja Schön! Dann bis morgen! Ja, bis morgen! 看着自己的原文 那么模仿它的语音语调 跟上它的速度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再来回顾一下 Tschüss